今天上午大約8時 旺角阿佳老街近西洋菜街一個報紙檔的檔主準備開檔時 發現檔口凌亂不堪 香煙和手捲煙紙等貨物被人偷走於是報警 另外 波蘭街朗豪方對開一個報紙檔 女檔主今天早上返回檔口時 也發現被賊人偷去現金、香煙和啼牌等的財物 兩個報紙檔檔主各自點算 損失約2,000至3,000元 警方到場調查 憲證追緝賊人 其中遇虧的阿佳老街報紙檔檔口閉路電視 拍賭涉案賊人高高授受 身穿黑衣、黑褲和黑鞋戴上口罩 而報紙檔自上年11月以來 已經3度遇虧 第一次損失2萬多元 而之後的損失約4,000至5,000元 而另一個遇虧的波蘭街報紙檔 檔主昨晚11點左右收檔離開 今早返回檔口開檔時 發現報紙檔有手掠的痕跡 報紙檔同樣並非首次遇虧 去年的年底也曾發生 但當時的賊人已被捕 但估不到再度案發